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例子3 这个可能会比较难一点,因为我之前没有想过,所以我在想着 就是一个9位数号码,由那9个非0的数码组成 有1,2,3,4,5,6,7,8,9 它的个位数就是5,就要证明它一定不是一个完全平方数 可以怎样想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是5 如果它是5,我们都知道它的这个实位数就应该一定要是2 所以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讲,可能拿15的平方 会等于10乘以20加5平方吗,对不对 因为我拿这个平方差,15加5,15-5,这样再加5平方 所以这个一定是100吗,所以这边应该就会是25 所以我们现在就有2和5已经拿掉了 然后,呃 既然它,OK 我们这边前面就有几个号码的choice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不可以有0吗,所以这个0乘1还有9乘0的就已经可以被拒绝了哦 呃,这个是,OK 前面这堆号码是怎样的呢,这个我就要解释一下 就是,呃 比如讲可能,呃 85,85的平方,减5平方,对不对 就会得到,呃,80乘以90嘛,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这个前面这堆号码基本上就是以N乘以N加1 再乘100的形式来出现了 不过我们这个就不用看了,我们看这个就好 那么N乘N加1的个位数有几种 我们来看一下0乘以90乘0是不可以的 然后,呃,我们就会有,呃 我写一下啊 OK,所以我们就只会有这些 那么不难发现就是4乘5乘6得出来那个个位数还是0吗 所以这个就直接删掉了哦 然后我们这边用了一个2 所以呢,看一下我们的1乘2 3乘4 6乘7跟8乘9,尾数都是2,所以都是不可以拒绝的咯 都是要被拒绝的,不是都不可以拒绝 所以呢,我们剩下的就是12乘3还有7乘8咯 所以呢,可能就是,呃 这样讲啊 呃,所以前面这一堆号码就可能是,呃 10k加2 然后乘以10k加3 或者就是10k 10k加8 没有10k加7,然后乘以10k加8 那么就会变成 嗯,这个情况下就会变成100k 平方 再加50k 再加6 ok 然后这个的话就会变成100k平方 再加150k 再加56 所以,呃,让我想想一下啊 ok 所以呢,这个就,我们也是不要有零数先嘛 因为,因为比如讲可能比如讲k等于2啊 所以这边就会变成400k加100k加6 就会变成50k 不过如果你的k是奇数的话 比如讲5啊 就会变成2500k加250k加6 就会变成2756 2556 所以呢,我们如果,如果是用用上面的这个 这个k,就是要以奇数的方式出现 就会是2m加1 有点复杂啊 因为我们在这边写了一堆 一堆,呃,字母 其实,之后的问题应该都是长这个样子了 然后,如果我们是看这个的话 100k平方加150k加56 这个的k呢 就应该要与2m的形式出现 因为我们这边有56 而如果你在 如果你的k是,怎样讲 如果你的k是偶数 奇数的话 比如讲3 就会变成前面这个 我不看就会变成 呃,这个就会变成450加56 就会变成,呃,就会变成多少啊 就变成506 所以这个是不可以接受吗 所以我们可以要以偶数的方式出现 这个是奇数的方式出现 就要记一下咯 那么,呃,如果我们的k 如果我们的k 如果我们的k 以偶数方式出现的话 如果我们可以以奇数方式出现的话 就会发现到 它最后都一定会有一个5出现吗 OK,这边,这边就会有一个5 那么如果这个是以偶数方式出现的话 它到最后就变成是56 所以我们可以在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边都有出现一个5 可是我们都已经知道这个unistdg是5了 所以咯,因为 因为 No matter不管 No matter不管 No matter any 你不懂啊 可能我现在因为有点烂啊 any perfect square number 这个 这个是我的写法啦 这个是我的写法啦 如果你有别的写法也可以写啦 OK because no matter any perfect number that fits the non zero digit criteria the 4th last digit 或者如果你们比较明显一点 就是1000 digit 就是千位数啊 1000s digit 是5 就是会重复用的号码 5 gets used twice 就会被用两次 所以就会有我们所谓的contradiction 所以就会有我们的矛盾 OK 所以呢 这个东西是不能被使用的 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就已经可以写prove的 当然那你要知道这整个东西思路是讲的 就是通常你可能会讲 如果通常我们的策略就是如果这个题目要我们证明一个东西不存在的话 我们可以先用反正法就是用毛就会出现矛盾这个方法 我们可能会假设哦如果假设这个东西存在这样子 然后就一直正到尾我们就会有这个东西不存在 这个结果 OK 那么这里呢就是我们的exercise 我们这边就有四题 我们就可以做做一下我会抽两题在problem solving session 节 OK 所以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今天的影片有点长啊 不好意思 好 就到这里吧